肯定有气息 因为我们是系统的训练 他们是没有系统训练 胜利呢 我自己觉得是百分之百 讲一下啊 对手啊都在这儿呢 现在已经资料 基本上我们掌握了一些东西 这些人呢 在CBA当主力的来讲 还没有这么合适的人 我们是天津队 我们是CBA 我们打他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先我把个人特点介绍一下 马勇呢 这个人应该你们都了解一下 原来是8-1的 他也不是说主力 他就可能是立体替补了 我会记住你们的战术 技术也没用啊 技术有啥用啊 他就瞎懵事了 技术就从下面系呢 也不怕 光化了 挖一出来 虽然就不怎么打球 但是还比较狂 没 害不上 张承宇 资料来讲就是说性格 他是比较情绪化的 维护队友交继花 交继花 头发挺像花的 白给 给他双双恶 给他双双恶 白野精 应该是野球的 路人王25冠王 路人王冠军 怎么便宜 冷面刺客 资坤 小伙长得挺精神 就是球力打好点 CBA颜值挺好吧 CBA的差满这么低吗 都 张志源 张义他儿子 这个孩子从那性格来讲 就是说 就 小公主 就是小公主性格 反正就基本就是这情况 但是从整个人来看 没什么太优秀的球员 这两球我们能输吗 你说吗 不可能输 输不起 没办法 就这么简单的事 这场比赛 对方很重视 不是来娱乐来了 听见没 他们可以娱乐 你们不能娱乐 你们是职业球员 比赛是什么目的呢 比赛就要取胜 比赢 所以大家思想要紧起来 你要是要去拼吗 不能那么沉闷 那种气势 压到对方 我就演一瞪红了 我要是 把对方打败 总本看了录像了 因为他都是各路英豪 单打独斗肯定会多 因为他时间短 战术可能比较单一 可能做牛角 可能私手挡拆 没有什么那么复杂 太复杂 他也记不住 我们要求加强个人的防守 你不个人防守 你单打独斗 你老让别人帮你 那就不好办 人家还都要两下 包括你在团队投篮 不差 人家就天天也在练 但我们也准备联防 不能投 让他突进去 张大俊就在人家站着 我们有这么一大人在站着 在里面站着 他干嘛 他敢上篮吗 我就让他上篮 我就跟着他让他上篮 我宁可让他投两分 我宁可让他上篮 不能投三分 不怕他上篮 上篮 张大俊封盖一下 封一下就完 命中率就2% 明白了吗 然后强来办就反进了 跟你们讲清楚 别到时下来 我到时 你要不要我骂你啊 进攻要坚决果断 你要有一霸气 还要跟他打 我们还收手收脚单 好 没有 大家加油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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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忠 加油 加油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 otype 5% 3% 4% 虚 cool 5% 5% 2% 3% 2%